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已提出辞呈 将在2019年12月底离任 知情人士指出薛瑞福不久前就有离职的打算 而他选择在任职满两周年前夕 也就是本周正式提出辞呈 根据了解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原因 不过目前薛瑞福办公室尚未回复记者的相关查询 薛瑞福在2018年1月就任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在国防部的团队有所更迭 历经了前国防部长马提斯 代理部长沙汉娜和现在的部长埃斯伯 薛瑞福都深受赏识及重用 前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 到川普上任后变成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 薛瑞福自上任起就扮演着主导 并执行这一政策的关键角色 报导指出薛瑞福一向被认为是对中强硬的鹰派 和台湾关系友好 他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今年10月初 访中前夕他在华盛顿表示 将向北京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与关切 他说同样是民主政体 美国支持台湾 并希望看到选举以自由公正及不受威胁的方式举行 他也曾以对于那些怀抱希望与挺身要求尊重这些权利的人 我们百分之百支持他们来形容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 也是首位以新疆集中营来形容新疆在教育营的美国官员 根据了解薛瑞福离任后将由负责印太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站带 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农业部昨天表示 中国买家订购了58.5万吨的美国大豆 这也是4月1日中国采购82.8万吨美国大豆后 至今8个月以来 美国对中国最大一笔的大豆销售量 此前北京向进口商发放了至少100万吨的新关税豁免配额 美国出口商注意到 本周稍早中国掀起了一阵购买狂潮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 自9月1日开始的销售年度以来 中国的大豆购买量达到1019万吨 最新一批中国购买的美国大豆相当于9艘船货 而在两年前也这是贸易战爆发前 截至12月中旬 中国总共购买了2152.9万吨大豆 不过一年前贸易战爆发后 中国买家整个市场年度订购仅剩201.6万吨 报导指出 目前市场正观望美国是否会对价 直进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新一轮关税 这群人士透露 包含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等人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就关税决定 与川普总统会面 但目前还不清楚将做出什么决定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以往是美国最大的大豆购买国 在美中贸易战后 中国改向南美洲采购大豆 但近几个月南美的大豆供应量下滑 加上日前川普释出善意 表示可能延后12月15日 对中国商品加税的事情 因此中国也宣布 将排除部分大豆猪肉加蒸关税的工作 根据路透社消息 有十多名官员和企业高管透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周访问澳门时 将宣布一连串的新政策 引导澳门经济中心 从赌场转移至金融中心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消息人士认为这样的举动对澳门是奖赏 因为澳门没有像香港一样持续进行示威 他们表示相关政策至少会有三项 一是建立由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交易所 二是加速推动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币结算中心 三则为为澳门划设临近的中国土地已公开发 尽管外界一直有猜测中国当局会提出这些方案 但都没有确切消息证明这些方案已或通过 报导指有消息人士指出 以往优惠政策都给了香港 现在可能会加以分散 此前中共中央对澳门一直盛赞不绝 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 在接受中共官媒人民日报访问时 提到北京和澳门特区政府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 推动澳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让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 他强调澳门能发展出具其特色的一国两制 是因为按照习近平提出的三个坚持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根据了解 习近平这次出访澳门 是为了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 不过路透社有特别提到 目前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尚未针对所谓的新政策有任何评论 时代杂志11日公布的年度风云人物 由发起罢课要求正式气候变迁危机的 瑞典16岁少女同辈里获选 不顾随后时代也在官网公告 在读者投票的部分 今年有超过2700万人投票 其中超过30%投给了香港的示威者 并表示香港示威者从6月开始 举行了多场大型的游行集会 抗议有争议的引渡法案 不只促使了香港政府正式撤回该法案 也激发了香港11月地区选举的破纪录投票率 但是声明中提到近几个月抗议越来越激烈 让港警必须提高武力 去对付一些积极升级暴力的示威者 时代认为无论是包式扁 获选年度风云人物的人士或团体 都为世界带来最大的影响 因此最终编辑团队选举了同辈里 原因是他对世界各地的年轻抗议者 日益增强的感染 而他也成为该奖项92年以来最年轻的获选者 杂志封面也以年轻的力量为他下注脚 消息一出 虽然有不少香港民众表示失望 不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在推特脸书上恭喜同辈里 认为他鼓舞了全球许多人 并引用同辈里的名言 我们不能继续像没有明天一样的活着 因为明天人会到来 也希望彼此未来能继续为家园地球和未来而战斗 英国12日举办议会选举 投票时间从上午7点至晚上10点 长达15个小时 并在13日凌晨揭晓选举结果 由于这次投票将影响英国脱欧程序的进行 备受全球关注 综合美国之音与BBC中文的报导 英国法律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 上一次选举是在2017年 下一次应该是在2022年 不过自从2016年 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 将近三年半过去脱欧还没有成为现实 政客意见分裂严重 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保守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 通过任何议案都可能遇到重重障碍 因此约翰逊希望通过提前大选 增加保守党在议会中所占席位 以便顺利实现自己的脱欧计划 也就是说本次英国选举的中心议题 与脱欧紧密的绑在一起 报导指出以约翰逊为首的保守党的竞选口号是完成脱欧 但以工党主席科尔滨为首的反对派 则希望推动第二次公投 因此英国选举将导致四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如果保守党在英国下议院650个席次中取得过半数 这将是约翰逊的一大胜利 将在明年1月底前通过脱欧协定 之后到明年底前会有一段脱欧过渡期 这段时间英国会与欧盟进行贸易协议等谈判 第二个结果是 保守党胜出但未赢下大多数 也就是目前民调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到时候约翰逊版本的脱欧协议将难以在国会通过 约翰逊或许得在脱欧问题上让步 以寻求其他党派的合作 第三个结果是 工党赢得大多数 不过外界推测这个机会不大 但若是真的出现这样的结果 工党主张推迟脱欧时间 先与欧盟针对新的脱欧协定举行谈判 以确保英国脱欧后 依旧可以和欧盟保持紧密关系 接下来再举行一次全民公投 让选民在新的脱欧协议和留在欧盟之间做选择 到时候英国的命运会在世 公投结果而定 至于第四个结果则是 工党胜出但未赢下大多数 到时候各党派会互相协议 组成联合政府 届时可能会出现换首相的情况 但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根据11月底进行的选前最后一次民调中 保守党有望获得55%的支持率 及359个议席 由于英国大多数选区的选情 现在就已经非常明朗 因此工党和保守党 把主战场将集中在英格兰中北部的前工业区 当地选民大多数 虽然在公投中支援英国脱欧 但在议会选举中 他们却是工党的铁杆选民 不过专家分析 由于英国选举制度的特殊性 各选区内候选人凭借一票优势 就可直接当选议员 令预测投票结果难度很大 究竟英国的命运会如何 还无法推测 中国国内经济严重下滑 美中关系恶化 香港抗议还在持续 台湾民进党的地位 由于习近平的强硬路线而得到巩固 新疆再教育营得到西方的关注 甚至被称为纳粹的集中营 中共正遭遇见证70年以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 甚至中国官媒也惊呼 中国四周风烟四起 虽然面临上述的种种危机 执政已经7年的习近平 在中国国内的地位 看似飞弹没有下降 反而得到了稳固 美国之音报导 2019年10月底 中共召开四中全会 在经济形势严峻 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危机 持续严重的背景之下 召开的四中全会 却没有向习近平问责 会议后的公报 通篇没有提到经济形势恶化 以及中美关系恶化的问题 也没有提到确立接班人的事情 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 因为形势的严峻 在这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指定接班人 但这个猜测并没有实现 对此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研究资深顾问张克斯 11月初在接受 美国CBS电视采访时说 习近平的地位稳固 当时刚从中国访问完的他说 从习近平的执政效果来看 他依然很强大 在体系当中处于掌控的地位 虽然有人对他的一些做法明显不满 像是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到现在还不指定接班人等 张克斯认为 不确立接班人 是习近平党内地位稳固的最好标志 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布兰切特却认为 正是过于集中的权力 为习近平日后的麻烦埋下了隐忧 他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举行的中国力量辩论会上说 习近平会受到挑战 不是因为他缺乏权力 或者是处在优势 而是因为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权力 他才处于危险当中 习近平越来越独裁 对于党内的同事也越来越谬视 布兰切特认为 不需要再过七年 习近平一定会遭遇到执政的危机 布兰切特在辩论当中 以1964年前苏共第一书记赫鲁雪夫 被退休为例 强调个人崇拜权力集中 跟专制独裁会迅速地导致一个人 在政治上的倒台 赫鲁雪夫曾经严厉地谴责 史达林的个人崇拜 但是最后自己却变成了专制的暴君 他说在赫鲁雪夫倒台前的一刻 赫鲁雪夫的副手们 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但在忠贞的背后 反对的政事其实正在酝酿 尽管赫鲁雪夫推出了一些政策 受到民众的欢迎 但却威胁到他的同僚精英时 这就已经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 而习近平现在的问题 就跟赫鲁雪夫当时的情况相当类似 布兰切特还引用中共党内文件指出 背离中共党内的两大原则 民主集中制跟集体领导的危害 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 并指出从毛泽东时代开始 中共党内从来就不缺乏不同的声音 他说中国国内对习近平的不满 已经在聚集 像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蒲芳 在2018年的一篇讲话当中 就已经暗批习近平把邓小平时代 好端端的一个国际环境 折腾到快要四面楚歌的地步 2018年9月16号 当时邓蒲芳在第七届 残联全国大会闭幕会上说 我们要在事实当中寻找真相 带着冷静的心态 看清我们自己的位置 不要随便逞强 也不要随便看低自己 他强调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 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 这个时候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而布兰切特举的第二个例子是 最近新疆在教育营文件被曝光于世 他说文件由中共体制内的官员泄露 显示出中国官员对习近平的不满 以及中共官员的不担当 不作为和不负责任 不过来自波士顿大学 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的傅士卓 在辩论会上说 通过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 包括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 以及中央军委各方面的布局 习近平的权力个人化已经无以复加 远远的超越中共体制内的任何其他政治精英 反对派几乎已经完全没有途径来发生 他说这样的专恨个人化 一定会引发体制内的憎恨 但这确实可能威胁到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但是问题是 这些人如何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毕竟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没有位置 有鉴于习近平在政治精英当中的主导地位 这些人可能很难找到途径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傅士卓还说 因为人脸辨识等现代科技的应用 中共掌握了民众的资讯 维稳手段全面升级 让中国社会也组建不了反对的力量 显见习近平的巩固权力 不光只考量到党内的反对势力 连民间的异议力量也要全面的连跟拔起 根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网的消息 中国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在本周召开 有消息指出会议时间是在10号到12号的三天 会议的目的是研判今年经济情势以及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报导指出 由于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加剧 整体来看 中国明年的政策组合将会以宽货币 仅信用 收财政为基调 而作为改革关键的一年 在国营企业改革上 利率市场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方面 也都会有实际的作为 先前有相关分析指出 关于这次的会议内容可能会集中在11个面向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继续逆周期调节 金融市场会以规范金融风险 就是金融科技为主 外资和外贸方面 这会持续神话开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分析师指出 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 可能会继续扩大加强 房地产政策方面 这会延续房住不炒 因成施政的原则 根据财讯快报 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普遍来说 将会确定未来一年的经济政策重点 设定国内生产种植 也就是GDP的增长目标 并且就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设定目标 详细情况普遍会在两会的时候公告 信报指出 中国目前面临内外情势严峻的复杂局势 经济增长放缓 租价飙升 导致通货膨胀上升 此外与美国的贸易战持续进行 面对川普关税升级的威胁 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恐怕会变得更加严重 报导指出 先前有外媒曾经针对18名经济学家进行调查 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明年GDP增长目标可能会设定在6% 而今年GDP增长的目标是设定在6%到6.5%之间 此外也有六名经济学家认为 明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是设定在5.5%至6% 之前也曾经有银行预估过 若美国在12月15日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15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明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减缓至5.7%左右 不过若是美国暂停执行加征关税的动作 甚至取消9月份已经执行的关税政策 那中国明年GDP增长率可能会来到6% 对此北京政府也已经开始打预防针稳定明星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就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现在有人担心明年中国经济成长会不会破六 但事实上6%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分水岭 增数略高一点或略低一点都不是主要问题 他强调中国经济成长至2010年以来 在波动中持续放黄 经济持续下行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后 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 但主要原因还是在内生结构性因素 最根本的是经济增长 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阶段性变化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师原师长 现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道的管涛也表示 稳增长不等于经济增速要保留 稳增长要依靠改革跟调节 而非此极 明顶要守的红线除了稳就业之外 还有稳金融 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告的数据 中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 已经回到了6% 在市场高度关注 未来经济增速是否会破6的情况下 根据新浪报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虽然也有可能不会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速目标 但依旧会形成前瞻性的指引 并对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定调 另外关于金融风险的部分 也可能是今年会议的关注焦点 如何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将是一大挑战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